雞蛋仔大出街 全靠本地薑大膽試 雞蛋仔 砵仔糕 還有菠蘿包 這些精緻的酒飾 有沒有押去你們的回憶呢 他們全部都是出自拒手筆的 很多這些小食 已經在街邊很難會見到 我這個系列是想令人回想 香港這些被遺磨的味道 正在研究過賣相 已經花了四個月 還吃了很多雞蛋仔 可能會是去拍照 去滑低那一刻的感覺 然後再買一些蛋撻 跟師傅一起研究一下 怎樣可以將這個效果 真實在這個手飾裡面 體驗出來 Ronald過去一年 用了五十萬積蓄 設計和找工廠製版 原本想在旺角尖醉找店 五百七樓上店 都要兩三萬元 價錢我們可能想考慮一下 或者是想多看幾間之後 才再決定的時候 我們回去再跟地產公司談 的時候 可能已經租了 或者已經不是這個租金了 現在小食系列 進駐香港設計囊專櫃 每個月都有一萬元的營業額 不過裏發局 沒有怎樣幫忙宣傳 當地設計師很難出頭 香港政府如果可以有多些支持 我們這些本土設計師 或者是藝術人去創業 或者是推行一些牌子的時候 會是方便一些 雖然蝕足一年 但沒想過放棄 即是想把小食的真面貌 告訴全世界 在一起